9月22日,蔡国庆发表长文,承认自己早已领证,并且确认加盟第四季爸爸去哪儿。 蔡国庆说,近年来自己一直想要平静安然的养育儿子庆庆,而爸爸去哪儿则是带他面对世界的最好机会。 蔡国庆在文中说道,青春的婚姻或许值得大肆宣传,但这个年龄的我更喜欢低调平衡的生活。 蔡国庆已婚却没有告知大众,使得儿子庆庆的出现也成为了一个迷。 此前有消息称,庆庆是其养子。 同时,蔡国庆的声明也证实了蔡父子将加盟第四季爸爸去哪儿的消息。 蔡国庆认为,爸爸去哪儿可以全程记录我和孩子会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,还能让儿子接触更广阔的世界。 蔡国庆发生全文,真成温暖、善良勇敢的果汁们,2016年注定会有这样的幸福与大家分享。 过去的我一直总在说,该有的都会有,请你们放心。 无论是我的婚姻早已领证,还是心情平安幸福地来到我的世界里, 无论早已晚都是值得我深深感恩和珍惜的。